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 从顺治帝入关称帝到溥仪沦为日本手中的伪政权 清朝从建立到灭亡在世间延续了276年 而继承清朝统治中国的就是当时的民国政府 那么清朝灭亡之后 清朝皇室的宗亲后裔又去了哪里呢 在辽宁省有一个尼塔村 虽为一个不起眼的小山村 可是这里的村民都自称是清朝皇室爱新觉罗的后裔 而且这里的村民都姓金 自清朝皇室覆灭之后 爱新觉罗市在北京居住的都是金罗姓氏 而在辽宁居住的都是德红姓氏 而为什么在辽宁的这个小村庄里的人都姓金呢 其实啊 他们的老祖宗原来居住在北京 后来因为杀人带着一群孩子逃到了辽宁这个小村庄 虽然现在已经距离清朝爱新觉罗时期百年之久 可是这个小村庄清朝的后人 却依然不敢丢弃当时的皇家条例 他们的言谈举止都有皇室条例约束 至今都还保留着传统的习俗 比如每年都要祭奠长白山 因为长白山被满洲视为龙脉 也是他们的神山 而且爱新觉罗市在历代皇帝中是家风最严 也是子孙最勤奋的一代 所以当时才能有以区区几十万的人民来建立起一个朝代 并统治中国两百年 可以说清朝满族人民还是具有智慧与气魄的 只是后来传到几代帝王之后 政治腐败列强入侵 最终终结了朝代的统治 就算了朝代的统治